天然资源富饶的安顺和巴雁南都旅游景点众多 随手拈来的就有斜塔就遇到白鹿岛等等 可惜的是旅游部宣传力度不济发展不全 导致这些极具特色的观光景点乏人问津 甚至显为人知让经济效益白白溜走 夏霹雳专题系列最终篇 带您一起透过镜头领略夏霹雳之美 未为新兴旅游景点的白鹿岛 白天能够观赏白鹿青潮而出 日落时分看雀鸟归巢 入夜后乘上小船游何近距离观察萤火虫 在漫天星光中结束一天充实的行程 又或者跟随霹雳河浅滩行 配合天使地利人和 还能拍出天空知境美景 彼时海天连城一线 波光淋漓的水面反射出蔚蓝天空导影 朦朦胧胧如真似幻 是时下年轻人最夯的打卡景点 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态旅游 在安顺巴野拿都和周边地区如属家珍 当地人近年来更积极投入旅游业 开拓更多的观光景点 希望让更多的外地人也能领略到家乡之美 自然 生态 人文和美食原本就是一脉相连 若相辅相成的好 更能加大一个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 例如充满瑜伽风情的渔村导览 但这还不足够 要保住热潮 留下游客 唯有坚持后续发展 才是让游客流连忘返的王道 当地的人缺乏 缺乏如何去塑造品牌以及推广知识 那希望这方面周政府能够加强培训策划 将所有的相关的旅游线路连贯一起来 保住游客 这样子才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 虽然说是乡村生态旅游为主题 但是晚上的设备及环境数字40分的重要 希望周政府能够重视景区的发展 加宽马路 拨款美化我们的移村 提高环境水平 让国外的游客能够留下更好的印象 旅游业者徐永强表示 来下霹雳旅游的 有四床是新加坡游客 其余则是本地 中国 香港和台湾游客 每逢假期或旅游高峰期 每天更可接待多达600名游客 而随着西海岸大道竣工在即 当地人更放眼能够带动周边旅游业展翅高飞 让下霹雳不只是大自然馈赠的瑰宝 也是远方人的梦中故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